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日本人称婚外恋为布伦 1998年 日本男星石田纯一在婚外恋被曝光后 面对电视镜头公开宣称布伦也是文化 他的这句话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 日本著名作家杜边纯一表示 布伦是日本的文化 丰富着日本人的感情生活 说文就聊一聊日本布伦文化 是如何形成 发展 演变的 1998年石田纯一公开宣称布伦文化 引发强烈争议 江户时代 通奸者男女都要处损婚姻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在群居时代 没有婚姻关系 故不可能发生婚外恋 即便进入最偶婚阶段 日本人也相当博爱 男女方均可和别的异性发生性关系 646年大化改新后 大和政权制定了男女之法 规定了中国式的父系主义原则 户籍军根据父系记载 但史料显示 当时夫妻大都居住在妻子的娘家 直至十世纪初及平安时代 女儿娶女婿仍是基本婚姻形态 说明日本当时仍残留着母系社会的胎记 十世纪以后 随着父系社会的确立 日本婚姻形态开始发生化时代变化 女性均以某种形式隶属于父亲 丈夫 或作为其主人的男性 夫方居住婚逐渐占据主流 自这一时期 夫妻关系开始趋向于稳固 通奸概念也同步产生 例如 951年问世的后撞赫歌集第1300首 就有印历十月初 发现其密男一句 密男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拼头 今夕物语集中还有一男子 发现妻子又密男而将密男杀死的故事 说明当时日本男子已将妻子视为私有物 不容他人共享 进入连仓时代及十二世纪以后 随着五家政权的建立 男子的地位进一步提高 妻子也被视为私有物 而不准他人染指 特别在进入江户时代及十七世纪以后 原路于法事规定 与主人的妻子或师父的妻子私通者 男女均除以死刑 促成这种私通者也除以死刑 就是说不仅姦夫淫妇将被处死 而且皮条客也将被处死 要是西门庆 潘京莲活在当年的日本 其敢案通款区 王婆喜 敢成人之美 1870年十二月 即进入明治时代以后 新政府颁布了最初的刑罚典新律纲领 依然定有通奸罪 这是否符合文明开化要求 独卖新闻和美日新闻的前身 东京日日新报等报纸 就此站开了热烈讨论 最终 主张用法律手段禁止通奸 以维护一夫一妻制的意见占据上风 被誉为国民教师的福泽玉籍 由十七篇文章构成的劝学篇的第八篇 物以自身意志制约他人 即竭力主张男女平等和一夫一妻 1880年 明治政府设民法编转局 以法国民法典为蓝本 起草民法 但是 最初制定的民法 因遭到帝国大学法学士会反对 进而引起民法典论战而搁浅 1893年 明治政府再度设立法典调查会 以德国民法为蓝本 对此前法国把民法进行大幅度修订后定稿 于1898年起实行 日本民法从法律上确认了副家长家族制度 日本现行刑法典是1907年颁布 1908年实行的 并均有通奸罪 但是 由于副家长制的确立 刑法对男女通奸 并非像江户时代那样以并处置 而是区别对待 也就是说 通奸罪的适用 男女是不平等的 大正时代 诗人通奸案拷问社会明治以后 是被称为一朵虚幻而美丽的花的大正时代 在大正元年及1912年 日本发生了一起轰动 整个社会的诗人北元白秋通奸事件 北元白秋才华横溢 被作家石川着目 称为当今唯一的诗人 所谓天下才子避风流 当时26岁的有父之夫北元白秋 也未能摆脱这一魔咒 与他的邻居 中央新闻社会部摄影师 松下长平 23岁的妻子 松下俊子通奸 而获罪入狱 当时 很多人为北元白秋名冤教区 因为 松下长平不仅对俊子实行冷暴力 而且经常将情人带回家中 俊子非常苦恼 经常向北元白秋倾诉苦衷 引起北元的同情 这种同情 最后发展为爱情 但是 这种爱情按照当时的法律 属于奸行 不久 他们的奸行被松下长平察觉 并向法院提起诉讼 北元白秋即刻被拘捕 按照日本刑法 已婚的男性与未婚的女性发生恋情 不构成通奸罪 而已婚的女性不管与已婚 还是未婚的男性发生恋情 只要该女性的丈夫提起诉讼 则男女双方均构成通奸罪 在1912年9月号的猪卵杂志上 北元白秋作了如下陈述 作为奇耻大辱的通奸案的一方被告 上月6日 我接受了第一次审判 我被靠上手铐 和他一起 同其他犯盗窃 杀人 伪造硬件罪的囚徒 一起被押上囚车 送往事故居留所 在那里 我作为387号囚徒 被关在第八间房 第十三件事 通奸事件中的诗人 北元白秋 通奸事件在北元白 秋的诗人生涯中 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也给日本社会留下了一个问号 对通奸 是否应该不论情犹的进行刑事处罚 对通奸的认定与惩处 是否应该男女有别 1946年底 在东京日比谷公会堂 NHK日本放送协会 举行了是否应删除 刑法通奸罪条款的广播讨论会 会上 京都大学教授 法学家龙川信臣等 立主废除通奸罪 理由是 刑法中的通奸罪 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但是 女权主义代表人物 品种雷鸟等则表示反对 他们认为 日本尚不具备使妇女 因通奸罪的被除 而获得解放并自立的社会条件 最终 法律偏向通奸被除论者 1947年 根据二战后制定的 日本国宪法 尊重基本人权的原则 日本当局在修订刑法典时 删除了通奸罪 理由是 国家用法律处罚通奸行为 使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侵犯 然而 令通奸罪被除论者始料危急的是 在这以后 日本离婚率激增 而最主要原因 就是婚外恋被归入道德而非法律范畴 为此 龙川姓陈于1952年春发表文章 通奸和日本人 对自己以前认为 通奸是道德问题 法律不应干涉的观点表示深刻忏悔 妻子们思秋 不伦之恋 已是当今日本文化标签通奸 还有另一个名词 叫和间 原产地是中国 所谓和 即男女双方两情相悦 1979年 女作家森 姚子发表了战后日本第一部主妇偷情小说 情势 引起极大反响 因为 小说反映了女性主导型的布伦 正日益普遍的社会现象 这种现象和以往丈夫寻话流 妻子默默忍受的布伦模式 有根本差异 1983年1月20日 福当市FK给每日放送开播了一道题为 妻子走向婚外恋时的节目 请妻子们谈论婚外恋的体验 节目开始近20分钟 十台电话机全部铭响 在总共打尽电话的56名妻子中 有46名妻子毫无亏意羞涩地叙述了自己的婚外恋体验 同年3月30日 西日本新闻 登载了他们令人瞠目的内心独白 开始于80年代的妻子们的丝丘机 证实日本经济迅速增长 从1982年开始 日本的纯资产储备额逐年递增 1985年更是从1984的700亿美元 一月而为居世界首位的1200亿美元 1987年 另外两项显示经济实力的指标 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 日本也达到了世界第一 三贯王被日本人引以为荣 然而 正如齐藤茂南在报告文学集 《妻子们的思丘积蓄言》中写到的 工薪阶层的丈夫作为社畜 一心只想攀升 使妻子们日感寂寞不满 他们对丈夫们毫不怀疑 谨心竭力构筑起来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 发出了疑问 他们用心灵和肉体的表现 开始向男人们发出某种呼唤 1983年2月21日 KBC九州朝日放送 连续三天 播放了妻子们的叛乱特辑 其中介绍了其与医科大学副教授田村正晃 以4000名妻子为对象进行的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婚后与丈夫以外的两名以上男性发生过性关系的占33.3% 与一名男性发生过性关系的占48.7% 两者合计达82% 以此为背景 1985年秋TBS电视台播出的 以妻子偷情为主题的电视连续剧星期五的妻子们 产生了轰动效应 因为 这部电视剧成为日本社会布伦文化的真实写照 和80年代女性主导型布伦的醒目标签 以妻子偷情为主题的星期五的妻子们 进入1990年代后 女性对布伦似乎依然渴望 1991年9月 日本女性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结婚后还想恋爱的专题报道 并以婚龄7年以上 平均年龄32岁的职业女性为对象 进行问卷调查 结果显示 有68%的女性对除了丈夫 您是否喜欢过其他的男人 这个问题回答是 1996年 日本五大报纸之一的《日本经济新闻》 连载了医学专业出身的作家杜边纯一的小说是乐园 在社会上引起轰动 值得关注的是 引起轰动的原因 不是以严肃著称的《日本经济新闻》前所未有的看待了充满露骨性描写的作品 而是作品叙述的中年已婚高知男女 从 邂逅相遇 经过曲折相恋 最后前手殉情的悲戚故事 波动了无数与他们同时代男女施乐园的心 1997年 施乐园被拍摄成电视剧 由古古一行和川道之美领衔主演 再后来 施乐园又被拍成电影 由一所广司和黑木桶和主演 也因此成为一个专用名词 根据杜边纯一施乐园改编的同名电影《施乐园》之所以引起轰动 是因为它涉及了当今日本社会普遍存在的婚外恋 这一社会问题 并再次向人们提出了这个古老但长新的问题 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婚外恋 男人也好 女人也罢 婚外恋究竟是能够找到乐园 还是将失去乐园 今天 布伦文化依然是日本电视收视率的保障 2014年11月 随丈夫前来中国访问的安倍昭惠和60名中国学生交流 他问中国学生 对日本哪些东西感兴趣 回答是日剧 他又追问 什么日剧 回答是骤言 前两年大火的讲述婚外情的骤言中国学生居然没有说爱看的日剧是挪威的森林 或一稳定情 而是布伦文化的代表作 骤言中有一句经典台词 真正的恋爱 必须等到结婚以后才能体会 不知这句台词 对中国人生会产生什么影响